好,謝謝各位長官,來參加台北朝食尚的記者會 美食在台北的各項的觀光的甜品 我們就給外國觀光客說你來台灣最有印象的什麼是 不管不同的國家的觀光客,美食都排在前三名 那表示美食是台北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城市的象徵 事實上我也認為,飲食這也能夠代表一個城市的文化的顯現 因為它包括它的經濟、文化甚至環境、衛生各方面,它是一個呈現 所以我們也一直把美食的推廣,列為整個台北市商業處的一個重要的工作 那我們今天這個朝食尚文化 第一,我們要把台灣走出去、世界走出去,讓世界看見台灣 要把台灣的美食推到全世界去 既然很多外國觀光跟來台灣,對台灣的影響是真的 那表示這是我們的強項 不過在這個推廣的過程當中,還是要有一個新的施政 第一個是無現金交易 我們要認真地推無現金交易 所以我們這次大概有三千家的電視可以用無現金交易 台北市目前餐廳大概一萬家 所以我們目標讓整個台北市餐廳都可以使用無現金交易 不管是用信用卡或是藍牌不管 無現金交易是努力的股票 另外一點,在 我記得是兩年前,我們還辦過一次世界網紅來台灣看美食 我記得那一天,好像那一桌 一千萬個人上網去看過 我還發現實在,我們說台灣走出去,走出去,讓世界看見台灣 最簡單的方法是把世界的網紅找來 所以我們這次要招募,全宗世界各國找最紅的網紅 IG點閱數最高的網紅,找八個來台北 我來辦一桌 透過那一桌,全世界最紅的八個網紅 看看點閱數會不會破一千萬,我來試試看 這樣的話,把台灣的美食往世界推廣出去 所以今年除了潮時尚以外 無現金交易跟以往紅來推廣台北的美食 是我們一些政策的亮點 讓我們繼續努力下去 好,謝謝大家 都可以來到我們的台前,認識我們台北朝時尚的推薦餐廳 看看他們的餐點到底有多潮 也邀請大家來到我們的朝餐廳 用餐拍照,分享照片的話,我們還有抽獎活動 好了,市長對我們四十二家餐廳也都非常的好奇 那市長,你知道今天,特別有一位特別來賓要來訪問你嗎 不知道是不是 好,來,我們來